指問醫師法推動多年 卻因為醫師這兩個字引發了爭議 改為植物診療師法草案 立法院在今天審查 立委關注的是否會影響到農藥販售 或是樹木醫師等行業 那至於坊間所流行的寵物溝通師 農業部長陳俊暨回應 寵物溝通師沒有真正的科學證據 會針對不合時宜 卻以寵物名義的業者 來提出相關指引 有不少飼養寵物的民眾 會經由寵物溝通師來了解寵物 但相關的工作和認證爭議不斷 立委也關注 農業部是否會針對寵物溝通師 提出行政指引或管理制度 所謂的寵物溝通師 我們農業部有沒有打算要進行一些 行政指引或者是管理的一個機制 他並沒有真正的所謂的科學的一個證據 那基本上我們是不會去認同 有這樣的一個溝通師 不合時宜的這些以寵物為名義開業的部分 我想我們會做一個相關的指引 農業部表態不認同這樣的職業 至於已經推動多年的植物醫師法 在去年改為植物診療師法之後 13號在立院審查 超野立委關注植物診療師是不是會影響到農藥販售 或樹木醫師等職業 幫助我們農民更精準更安全來使用這個農藥 對不對 是 診療師可不可以幫助我們紅火雨的防疫跟診治呢 絕對可以幫忙的 108年的時候紅火雨的整個的一個發生 大概是25.9% 那到去年已經降到17% 他的診斷會不會影響到農民未來購買農藥 不會影響他現在購買農藥的任何模式的改變 他不能直接販賣農藥 這些技師的工作跟植物診療師的工作上面會不會有衝突 他原來的技師的證照去處理他專門的工作 是百分之百沒有影響 農業部強調植物診療師不會影響到淨藥的行業 而是可以協助農民精準施藥 預防病蟲害等工作 而目前的相關人員儲備 全台大約有100人左右 記者曹仁君歇奇聞 台北報導